我們在座承辦單位東華大學法律系的蔡教授 我們待會的專題也講中法官中認次 我跟他一樣姓中 所以我住屏東也姓中 人家都誤以為我是客家人 可是我跟他講說我是台灣族的原住民 我們台大法律系的吳教授 還有張法官 或是張律師 我們在座中規處的雅伯處長 還剛看到我們圖案處的獨當處長 還有所有的貴賓大家早安 麻煩麻煩 麻煩麻煩你 麻煩麻煩你 大家好 我們在座中規處的雅伯處長 麻煩麻煩你原住民族委員會 其實很開心 今天召開第九屆傳統 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與國家法律的研討會 因為前面幾年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停了將近三年 不過在整個原住民族權利的發展來講 並沒有停頓 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狩獵權 或是原住民的身份權 都在很熱烈的討論中 剛剛在會前 老師法官我們這邊也在談這些議題 我想其實原住民的民族權益 不管是個人權集體權 我想都非常的重要 從歷屆我們每次討論的議題 大概都比較偏重在原住民的集體權 比如說原住民的財產 土地狩獵等相關的文化權益 不過今天比較特別 我們從全面的大的權益集體權的部分 轉到從個人權的部分 就成為剛剛事宜所提到的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議題有三個 第一個是原住民保留地 借名登記買賣 第二個就是原住民身份法的視線影響 第三個就是原住民身份法的立法進入 我想我們這個討論 也分別邀請到很多司法俗界的 我們司法界的人 包括政府機關的代表 還有律師跟學者 我想內容應該會非常的精彩 在這裡也代表原民會 謝謝承辦單位 邀請到那麼多重量級的報告 或者是演講者 也謝謝所有的貴賓 今天參與 今天一整天的一個研討會 也希望今天的研討會 都能夠順利成功 麻利麻利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的第一場的專題演講 我們也特別謝謝 我們邀請到最高法院的法官 中任次法官 他要演講的題目是 非原住民得否 因法律行為而取得原住民保留地 那大家知道這個是在108年 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所做的一個裁定 那當時中法官也是其中的裁定的法官之一 相信待會的演講會非常的精彩 那依照三坡地利用保利條例 第37條的規定 我們都知道原住民保留地的所有權移轉 是以原住民為限 但是原住民保留地 有非原住民借原住民的名義登記所有群的情形 這樣的一個情形發生已經很久了 算是乘客已久 就像我的部落 我們也都發現 這明明是保留地 但是使用者並不是原住民本人 所以有這個時空的背景 跟很複雜的社會因素 那這件最高法院的裁定 原住民保留地的這件名登記無效 和過往法院的見解大大的不同 所以對原住民的土地的權移 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是不是接下來我們拍手 歡迎我們的中任次法官 進行這場這個演講 中部主任委員 吳教授還有蔡教授還有各位貴賓 大家好 張律師 大家好 今天我這個人有一個毛病 我講的比較自然一點好不好 因為我到外面 這個演講報告機會還蠻多的 我大概報告大概 我出去外面大概會進行三步驟 第一步驟我大概會寫一個書面 第二步驟我會做PowerPoint 第三步驟是現場發揮 這三個完全都不一樣 所以我到真實呈現到現場發揮 當天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所以到時候PowerPoint也不見得用得上 那我真的意識呢 可能在那個書面 在裡面有收納在裡面的 那個應該看得比較清楚 那應該是比較完整的 那今天因為現場我不能照本宣課 念一念大家都睡著 那不第一天第一節課就這樣睡著 不太好 我一向跟吳教授有一個課點 我們大概有近視 我們上課都希望嗨一點 都希望有笑聲 都希望大家有互動對不對 都不要聽起來很悶 所以我們加料 會加一些點 讓他爆出來 吳教授對不對 是是是 我知道你的伎倆啦 雖然沒有上過你的課 但我知道你的伎倆 因為吳教授跟我很熟 所以今天以他做影子 開他玩笑 那我跟大家講 其實最高法院 你千萬不要立志當最高法院的法官 拜託 底下的念法律的 如果你真的不夠聰明 不要立志好不好 第一個要很聰明 第二個體力要很好 第三個要很有使命感 不然你要去立志當副主委 主委 但是不要當最高法院法官 千萬 因為吳教授的太座 這個也是最高法院法官 吳教授如果說沒有跑掉 沒有從我們法官圈跑掉 他現在也是在最高法院 他絕對不敢去嘛對不對 我看他搖頭嘛 他就受不了 就趕快閃人 當然他有其他的專長 在這個學界呢 也是非常大的影響 也非常好 也是常常是我們法官 新生的代言人 代言人 不然法官真的很弱勢 非常弱勢 我不是講你們律師啦 這三步之就打我們一下 我們好不容易 法官可憐在哪裡呢 我連還手的利息都沒有 因為我一天到晚被案子壓著 大家知道嗎 我今天這報告 我沒有給蔡教授太隨便 我寫三萬字吧 我本來要問你們說 你們要不要少一點 因為我本來準備八萬字的 那你說 你怎麼可以搞那麼多東西 我跟大家講 我其實這兩天沒有在看這件事情 今天早上我要起來複習一下 我大概得power point 在講什麼東西 這個是啊 那因為我昨天剛好這兩天要趕一件 大法庭的不同意見書 昨天下午完稿是一萬六千一百零八字 預計最後還是會往上加 還是往上加 一萬多字 那個一萬多字我沒有辦法看書 你知道嗎 沒有翻書的時間 基本上就憑腦袋這樣直接寫出來 因為沒有時間了 沒有時間 不像吳教授研究室慢慢研究 不可能我們那就是憑腦袋記憶 因為大法庭只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 我還有很多事要做 那為了一個使命呢 還好我身體還OK 前天去健康檢查 就是昨天就去拼大法庭那一件 那大法庭討論裡面 那個也是修養的一部分 你知道嗎 因為法律人都很固執 每一個都固執 兩個人有三個意見 因為我早上的意見 跟晚上的意見又不一樣 這兩個人三個意見 或者四個一點五個意見 這個我是很佩服吳教授 夫妻可以維持那麼長久的婚姻關係 不然兩個法律人 我們常常在討論法律問題是拿刀護砍 那這時候如果說 比較沒有一點修養的話 就講到這個這個 非問題因素的話 不得了啦 就對嘛 所以在法院的公法上面 我非常不喜歡 有些律師做人身攻擊 既然有做人身攻擊的律師 我在案件的 就評價法官給律師評價 這我常常在罵司法院 說法官對律師都有主案的評價 為什麼你不公布 他說這個會侵害律師的職業權如何如何 胡說八道 人民沒有知道律師在法庭表現好壞的權利嗎 這樣才能夠真的淘汰不好的律師啦 有些律師只是業務能力很強硬 其實法學素養真的招得不得了 我是想把他們卸妝啦 沒有他們光鮮亮麗很多根本就一塌糊塗 法律界一塌糊塗 你說他上述不是都 你最高法院都支持他廢棄嗎 拜託那理由都是我們三更半夜幫他 幫他改的幫他補的 他哪裡有打到點啊 他只是站到邊而已 我勉強說他站到邊 把他廢棄 我寫了很多理由都是我們自己寫的 我不是超上述理由這樣 上述理由哪有那麼厲害 所以說我是說 你千萬不要律師當最高法院法官 不過真的很累很可怕 而且法官呢 甚至你要不要律師當法官自己都好好考慮一下 因為法官是 地院高院越來越累 這個 這個 越高越累 庭園跟庭長 庭長最累 通常是這樣子 都正常發揮的 是這樣子 好那先做一個開場白像夠嗨的嗎 可以了 好那我們開始 其實這邊我就開始可以講很多了 大法庭是什麼制度呢 這是一個最高法院一個很重要的改制嘛 還是一個東西 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叫探例制度跟決議制度 那是一個法律問題的討論 本身沒有事實 那法律問題的討論不可能沒有事實 一定有事實 但是呢 探例跟那個決議呢 通常把事實抽離 所以大家對這個 這個他射程範圍常常有不同的解讀 這個事實到底能不能切割到那邊去 這個東西有很多演變 這個大概足夠講三個小時 所以今天不假 那基本上我們現在就是 用大法庭制度來取代以前的判例制度 跟這個這個決議制度 那基本上這個東西 是以個案 個案的事實來表示見解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看他個案的事實是什麼東西 不要去加一些外言的東西 外言的東西都不是大法庭的意思 像前幾天有人問我一個 你那1636號講的什麼東西 我說你不要 我那一件只有講一條龍的事情 其他的東西你要自己去判斷 跟他不同的事實 可能要另外再做不同的思考 比如說原民跟非原民 兩個一起去經營如何如何 我說效率我那一件沒有講 本來就沒有講嘛 那些東西不是我的 所以我看很多評論文章 加那些雜七雜八的東西 那跟我無關啊 不要用那樣像平式最高法院的 將來的大法庭財經那不公平 因為我不可能寫那些東西 那不是我前提的事實 你不要去評論好不好 那評論不公平 那再接下來呢 很重要的是大法庭基本上要 如果實質裁電話 一定要經過辯論 所以這是兩兆當事人所委任 具有專業素養的律師有參與的 甚至有很多像 這個法學教授非常多參與最高法院的辯論 因為都提法律意見書 或由當事人委任 或者有什麼 由這個 由這個最高法案來委託 最高法案很科啦 一件兩萬塊 實在是對不起他 不過有兩萬塊還不錯 對不對 我反觀一件四千塊 而且還綜合兩朝的一件 比照起來還是不錯 那當然當事人委託很多 聽說有二三十萬的 可能更多 不只啦 不曉得 你可能收比較便宜 有些人很貴 聽說一個法律意見書收五十萬的 但是寫出來對當事人很有利 另外一份辯論意思吧 好 那接下來 所以我們大法庭裁定的解讀 要非常重視他 個案裁定的個案事實 不能夠用原先判例決議的理解模式呢 推演非裁定原意的採測 始終我們要對著 先把事實界定清楚來對那個裁定 對他的意思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脫離他事實 你要自己想辦法 那大法庭沒有表示 這高法庭沒有統一 那還有空間 然後呢 最高法院的大法庭提案呢 有兩個兩種類型 一個叫奇異提案 一個叫連則重要性提案 奇異就是最高法院的裁判呢 前面裁判在相同的事實 或是雖然不同 可他前提的法律意見 有爭執 有衝突 的話 只有兩個裁判 有衝突 這一種情況 第二個呢 第二個是 前面有裁判 有見解了 我現在跟他相同的情況 我要採取跟他不同的見解 一個要消極奇異 一個要積極奇異 這兩個都是奇異提案 大多數的最高法院 提案呢 都是奇異提案 那本件的提案呢 是原則重要性提案 原則重要性提案 原則重要性提案 包含了奇異提案 所以我這件提案呢 其實有部分是奇異提案 但是因為問題太大了 而且呢 他三個問題呢 都具有原則重要性 所以呢 我這件用原則重要性提案 這件是最高法院大法庭的第一個提案 第一個提案 也是第一個原則重要性提案 那這個立法理由 這立法理由就不特別念了 不特別念 這當然是最高法院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說一個原則重要性提案呢 才可以解決好多個案件 可能可以解決好多個案件 好 這件原因事實 大概先把它講一下 後面半章 我們要把他引到我們的原意事實來 這一件呢 很重要 有一個釘啊 還有一個釘的出現 如果沒有釘的出現 這一件不會發生問題 就原住民假呢 這個假原住民 他沒有經過全體繼承人的同意 的協議書 他就去 自己去 好像是 應該是偽造那個 偽造那個 協議書了 然後去做這個繼承的分割登記 當我有簡化了 那個假已經死掉了 是假的繼承人 這件本來是事實 那他幫 將屬於原寶地 原寶地的遺產 AD登記在他的 後來這個非原住民 乙呢 這個非原住民乙 他的用意是為經營民宿 他自己要經營民宿啦 現在溫泉旅館什麼 很多都這一類的 露營也有嘛 然後呢 出資 他自己出資 購買AD 買這AD 他是直接跟那個 乙跟賈買啦 乙的錢也假 然後買AB跟BU 實際上企業就是AB 甲乙之間的這個契約關係 買賣契約關係 他自己就出資去興建BU 那這時候呢 他那個 他先提作業做一件事情 他那個先設定抵押權 因為他這時候移轉不過去嘛 他要先設定抵押權 再這個設定地上權 地上權對應了BU的佔有權源 先跟甲乙之間 先做這些契約行為 一個抵押權 一個抵押權 然後再找到找到一個 秉年輕易壯 不會太快發生繼承的事實 成立借名登記約 再用秉的名義 跟甲呢簽訂 跟甲簽訂買賣契約 然後呢 甲再把AD移轉到秉名下 整個構築是這樣子的 在這裡 這個一個圖示 甲乙之間有一個買賣契約 後來提到 這個他們買賣契約效率怎麼樣 我沒有講喔 這件沒有討論 好不好 像這個就是沒有討論 這件沒有討論 甲乙買賣契約的效率如何 我沒有討論 在大法律台前沒有寫 沒有寫 因為這件跟我無關 不是我們的事項標的 也不是我們的聲明 所以沒有關係 我們要講的是 甲乙之間設定買賣契約 甲乙之間設定第一項權 這兩個法律權有沒有效 這是我們這件有討論的 然後呢 抵押權沒有 抵押權沒有 抵押權那時候 你為什麼抵押權不想呢 這是叫技術性的策略 好不好 策略 技術性 因為那部分爭議更大 我不想在大法庭裡面 製造麻煩 因為那個涉及到 那個價值的問題 所以我蠻陰險的 這部分我思考到 我思考到這個問題 預設這個問題 可能我的阻力會更大 所以不敢提 不敢提我先把它放下來 我做小法庭來解決 好 那另外呢 那個儀秉之間有個 借名登記契約 然後呢 甲秉之間呢 有一個買賣企業 買賣企業後來 移轉所有權的企業 物權行為再權行為 後來呢 所有權就登記在 這個儀秉的名下 但是整個架構是這樣子 那現在問題發生了 問題哪裡 有一個叮的人跑出來的 他本來跟甲同樣是繼承人 今天發現協議書被偽造了 我的份呢 我的份跑到哪裡去了 今天是因為降窩 這不叫窩裡板 是他裡面的人跳出來的 所以我說 這件財店出去之後 是不一定天翻地覆 不一定啦 原住民如果說 跟非言明之間 他們哥良好一對保 我們也沒責啊 對不對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我們沒辦法 他們都說好 他們就是要採戒名就這樣 所以這個是有效 這是因為利益糾葛產生的後果 才會有今天的狀況 如果今天是沒有一個釘跳出來的話 這件不會發生的啦 這件不會發生 那其案法律文有三塊 有三塊 因為這有些字 是因為我打字的關係 那個什麼我們系統 跟這個系統 跟不相容跳不出來 大概就分成三塊 第一個就是 那個借名登記 剛剛講借名登記契約跟買賣契約 夾丙之間 應該夾 我看 比乙丙 乙丙之間的 乙丙之間的借名登記契約 乙丙之間的借名登記契約 還有夾丙之間的買賣契約 它有沒有違反禁止規定 它的效率怎麼樣 我們直接把問題又切死 為什麼要寫禁止規定 因為民法71條叫禁止規定 我們就有法條用語啦 那效率怎麼樣 第二個呢 那賈把所有權移轉給並 這有沒有無法禁止規定 效率怎麼樣 那接下來呢 一樣 賈為乙設定避上權 那個效率怎麼樣 一樣 效率都是一樣 三個問題一樣 然後接下來呢 元寶地 元寶地的規範意指是怎麼樣呢 我所理解的是說 原地應該是元寶地 露下一個字 元寶地要原有原用 原住民所有 原住民所用嘛 這在他宗旨就是剛才 副主任委員所講的那個 那個當時的規範 旨意 勞利用條例 三十七條 什麼開發管理辦法 第幾十五條十八條 那我們都叫通稱戲真規定 接下來我在報告裡面如果講到 戲真規定就指那幾條啦 就指那幾條 然後呢 第二個很重要是 這一定元寶地要做什麼 他說文化成展 因為有土私有文化 沒有土 又沒地方唱歌跳舞嘛 對不對 所以唱歌跳舞的地方很重要 這不是只有經濟生活而已 它是一個文化 而且呢 是為了民族 不是為了原住民 那個族很重要 這是一個集體權 集體的文化權 集體文化權 那我這些觀念是從蔡教授的資料 首先拜讀他的大作 慢慢學到的 而且 後來非違規使用 現在違規使用的狀況怎麼樣 很奇怪 台灣這個遵守法律 就像以前農地一樣 這個根據研究 我讀的文獻 搞得超過百分之五十都是 非原民在使用 非原民實際所有 我不知道 就是我指的是精華地區啦 就是好像有 有些是那個 鹹崖壁那不能算數對不對 全台灣的那個元寶地帶 26萬還24萬多 26萬多嘛 26萬多裡面呢 大概好用的 能夠移農木 零的 大概只有百分之幾而已 很少對不對 很少 那很少的部分又 有研究 我不知道這正不正確 有研究 超過一半都被 都被侵蝕掉了 這也許不正確 但是我知道 不知道資料有不同的見解 資料有些 可能比較晚一點點 比較早一點點的資料 好 那個案事實的分析是什麼 元寶地目前乙嘛 乙是非原民嘛 對不對 非原民有 實際所有 沒有說所有權啊 我是說他實際 那個就在開民宿嘛 他所有 事實上所有 實際他掌控的 就像借名登記契約一樣 標準的借名登記契約 那個所有人是誰 所有人是 借名人啊 但是我非常不同意 好 法官判決裡面 或是律師書上裡面 有寫到說 他實際所有人 那句話我就會 會罵人 我哪有什麼實際所有人啊 他就在權關係啊 哪有什麼實際所有人 沒有這個概念 哪有說 行事所有人 實事所有人 我覺得所有人在 所有人在物權法上 就是這個符合物權法 規定了 那才叫所有人 可是一般人會理解說 實際掌控的人 就像我這件 為什麼說實際 實際取得 就實際掌控啊 把所有權的權能 包括他用義物權 跟價值權 兩個都被他控制了 這件就是這樣子嘛 你實際掌控了嘛 那個 那個所有 那個原藻地呢 那個AD呢 已經沒 都被他吃乾媽淨了嘛 他在上面蓋房子 在上面使用 將來呢 拍賣 就算那個 那個 那個 原住民呢 被拍賣 他錢也是 還有地上錢在上面 你看他 實際的安排 跟法律關係 他叫什麼 有設計的設計好的 標準是 原住原保地 假買賣 一條龍手法 在報告裡面 有寫 什麼叫一條龍嘛 一條龍是 這個不是我發明的 是 有一篇文章 山頂上的掠斗 有看過人請舉手 不不不 還有好幾位 好幾位 去看 建議大家都去看 好不好 山頂上的掠奪 好不好 太教授可以特別跟他們講一下 我覺得值得看 值得 報道者那個 那個文章 值得看 那個非常用心的一個 一個 一個雜誌 報道者 這樣有沒有幫他做廣告 這寫 這個報道者 裡面寫山頂上的掠奪 那裡面 這個法官有時候 需要看這些雜題 雜八的文獻 還在實際的狀況 不是只有法律邏輯來推演 推來推去的 這樣子比較實際 好 我就假借他的 那這裡面就是那個 那個 山頂上列頭裡面文章寫的 仲介包辦找原住民人頭 買原住原保地 設定高額抵押權 擔保債權 然後法院公正全套服務 幫你吃到飽 做好好 人頭要找年輕一點的 有沒有說 找年輕一點的 避免繼承糾紛 好不好 年輕大好像比較 比較快會發生糾紛 然後呢 還要建議法院公正 這個租立企業達到雙保險 另外呢 在原住民的時候賣地怎麼辦 賣地會很貴嗎 賣地之後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就當臨時工 又變成那個 就是自 所以我讀文獻裡面 有一句話我到現在還是 還是印象非常深刻 在自己的土地上 無家可貴 這是南美智利的一個學者 到那邊叫什麼部落 瑪雅部落是不是 就一邊開車一邊很淒涼的感覺 寫下來的 在自己的土地上 無家可貴 那一邊 我是很早讀到這篇文章 我那個就是 一直在反思這元寶帝的問題 好 那元寶帝的性質是怎麼樣 位置相對偏僻 是吧 相對偏僻 經濟利用難度較高 我沒有說經濟價值不高 因為 這個交換價值相對低 相對而已 但是呢 風景優美 很多很重要一點是風景優美 所以現在就很吸引人 很吸引人 山頂上為什麼會掠奪 就是因為發生這件事情嗎 風景優美嘛 風景很好 那接下來呢 這邊其實設計的層面還非常廣 還包括國土規劃的問題 然後原住民生計 文化保護 環境保育層面 我必須講 這件 這個大法庭 這件裁定的過程中呢 有一個法官對我幫助非常大 我有很多資料 他是提醒我 你去看什麼資料 我順便跟大家介紹 衛大量庭長 最高法庭的衛大量庭長 他是非常有憲法高度的最高法案的這個法官 他的層次 到大法官的層次好不好 他早就應該是大法官的那個 候選 沒有入選 我是覺得也可以找他來報告這方面 他這個也很有研究 我文化集體前 他介紹 讀了好幾篇文章 很重要的文章 文獻 他書念的非常的多 那還有原力原有原用 這目的 當然還包括思維變遷 這思維變遷 不是台灣的思維變遷 是全世界思維的變遷 一個大環境 大思維的變遷 包括從國際公約裡面 所發現的 兩公約 還有一般意見 一般性意見 一般性意見 類似一種 對那個 那個條約 文字的一個 一個決議 一個 類似我們的判決先例的味道 或是我們的這個 類似比較性向的規定 類似性向的說明 那原住民族 土地權跟文化的關係 沒有土地 就沒有文化權 史馬庫斯 這土地如果非原民所有 還有什麼 史馬庫斯的那個原住民 不夠存在 當然就沒有了嘛 然後有土私有財 不是有土私有文化 有土地 土地對原住民來講 我不知道這關鍵正不正確 土地對原住民文化 原保地 或者土地對原住民文化來講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想這關鍵因素 當原保地都沒有的話 原住民文化 我認為可能會 會整個喪失 會整個喪失 或者只是人家儀式性的一些 一些表演活動而已 那接下來很重要的 200 是2008嗎 原住民權力宣言 還是更早 07 原住民權力宣言 你看我們台灣實際上是 接軌於世界 對不對 它的原住民權力宣言 2007 那我2008就入憲 是不是 還是我們在前面 我們在前面 我們那個也是 非常趕得上 時代潮流的 第三代人權的概念 然後還有這個 保護特定族群 以免受主流社會宰治 這些基本上來自 蔡教授的觀念 是啊 沒有錯 我沒有冤枉你吧 都是他教我的 好 憲法徵修條文出來的 其實我本來是 先講國際法會 後來再整理憲法 可是我跟 張律師他們在 在研議問題爭議的時候 我把憲法拉到最前面 因為 畢竟國際憲法在 我們把引成 國內法的話 它自然層次還是國內 法律性質 憲法還是更高的 所以後來都先討論憲法 憲法呢 是第十條 第十一項 第十二項 原住民權力 那基本國策 它驅述司法司機關的 解釋適用法規的權限 這一件是我們的核心 因為憲法規定在那邊 我解釋要受它的限制 我一定要探求它的精神 這憲法的價值選擇 法官一定要受到這方面的選擇 我一定要思考到 這個核憲的問題 這核憲不是核憲性解釋的問題 兩個不一樣 核憲解釋是說 憲法比較高層次 我法律解釋要符合憲法的精神價值 這種法律的解釋方法 那核憲性解釋 它本身大法官在解釋 這個法律有沒有符合憲法精神 那兩個是不同的思考 所以我不說 我們從來不敢講 我們是核憲性解釋 不是 那個大法官做的事不是 我們只說 因為公法案有講到違憲之語 所以我們必須回應一些東西 那基本上我們這一件的 最重要核心的方法是 核憲解釋方法 核憲的解釋方法 來探求這個 這個基本國策 接釋的價值決定 屬於憲法層次保護的法律 所以有很多基本權的衝突 在23條 憲法23條 因為基本國策 而來的作為義務 這時候就會限制基本權 包括財產權的 合法性的基礎 為什麼 所以有一定會有人提到 你怎麼可以這樣解釋 那我財產權呢 我可以個自由的 跟人家定 借名登記 契約如何如何來做 為什麼 你法官要宣告我無效 那合理正當性 合法性的基礎在哪裡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 因為基本國策在 那個憲法價值在哪裡 那法官必須要受到這個拘束 受到拘束我去解釋 這基本國策條款他拘束法官 那我做核線性解釋的時候 你只有基本權 就必須讓步 我們整套邏輯 主軸大概在這邊 大概在這邊 好接下來 原作品基本法的問題 基本法的問題 這個我想沒有時間 就不特別念了 因為後面還有比較精彩的文字 然後後來接下來 大法庭 其實我大韓提案過程 我簡直可以講兩個小時 那裡面多少心酸多少累 從一開始征詢的時候 這一群我們總共有九個庭 裡面只有半庭 支持我們這一庭的見解 另外八個庭 另外八個庭有七庭半的人 都不贊成我們的提案跟見解 你知道多淒涼嗎 而且我們這一庭呢 內部也會被宣布一見一致 當然後來 後來到了大法庭裡面呢 我連去提案 能不能給我受禮 那邊我會折騰的快 八個月到一個月 第一次開 我還是要這樣印象深刻 我跟大家講 因為我知道大部分法官都沒有 這個整個議事啦 整個元寶地的議事啦 文化權的概念 我稍微介紹一下 介紹也不過二十分鐘而已 底下有個資深的庭長就罵我 講那麼多幹什麼 我趕快開始啦 那我當然也就不客氣啦 我怎麼 我從小到大都沒有被人家欺負習慣的 當然會長後後 結果後來傳出來說 我怎麼變得很兇啊 奇怪我什麼時候文良公頂讓過 從來就沒有對不對 那誤會一場 我現在休養比以前老 年輕人好多了 以前我去那邊的時候 司法案帶隊到去那邊的時候 都知道那邊有一支炸炮在等著他們 從來就不客氣啊 哪裡有讓過步的啊 搞我開玩笑嘛 我休養變好還不稱讚我 開玩笑的齁 那只是說奇怪怎麼那麼沒有休養 你就不試圖去把問題理解 就急著把人家精心準備的powerpoint 就否定要你知道我多淒涼嗎 不是很淒涼嗎 連問題都不給我聽清楚 那就急著否定 那沒關係 我又寫報告給他們 說什麼叫原則重要性 為什麼我要提案 講了半天很委屈 因為我這過程後來就不委屈了 但我寫這報告的時候就不委屈 因為我直接原用在這裡面 所以我不是吹牛 我這三萬字一下就寫出來了 沒有我不知道 一個禮拜的零散時間我就把它寫出來了 因為我都直接把影片資料貼上 貼上加一些註解就可以了 因為資料我都留著 所以呢 那我們在 他們受理了 受理我記得還驚險過關 驚險的耶 勉勉強強讓我過關 我記得好像六票對五票什麼東西的 過關 然後我就跟張律師他們這些律師 找他們來開那個準備程序 準備程序我是不是 一開始我就把增典拿出來給他們 他們修了有共同參與了 不是多少我的喔 當然基本上贊成我的 我事先有寫 那我把這三個問題 剛剛三個問題提案的共同增典列出來 包括這些項目喔 大家注意看 我們這些都有思考的 就元寶帝的性質是什麼 規範意質是什麼 又要細徵規定 剛剛講細徵規定 它規範意質是什麼 違反的效果是什麼 這是最重要的尚未爭典 那接下來分了幾個細項 你從憲法規定的視角來觀察 那從基本權的保障 跟限制的視角來觀察 因為這基本權衝突的問題 那再接下來呢 從這個原能基本法 三波條相關法規範的 這些視角來觀察 國際公約這些視角的觀察 農地農用 這個規範比較 有沒有 我們當時就有思考啦 都有思考 這些面向當然都有思考 我有列入真點 然後細徵規定呢 違反的效率 那我們是從71條本文來做判斷基準 然後取締規定效率 那我們不用二分法 我們最近沒有用二分法 因為二分法本身有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也避開那個問題 我們直接想禁止規定 因為他條文這樣寫 叫禁止規定 那再接下來 最後一個托法行為 托法行為 這個爭議不太大 你只要認為是 是 前面認見好 這件是標準托法 沒有問題 沒有 那我不是說 借名登記企業一定是托法 沒有這回事 不是這樣的意思 只是說 在這種情況下 借名登記企業很明顯嘛 要三歲小孩子不知道 但路人皆知 司馬少知心 大路人皆知嘛 三歲小孩子搞不懂 聽不懂 但路人皆知 你們都超過三歲嘛 好 接下來 個別問題 每一個個別問題都有 細項的真點 我們當時還有整理 還有整理 包括哪些 歷來見解整理 因為這個呢 這真點我是要 要律師來做的 要他們逐項來回答 我不一定要回答 我常常講真點整理是 律師的義務 不是法官的責任 真點因為你們兩個知道有草 有草我就把它放上去啊 那有草 那你們都要有結論啊 都要寫你們意見啊 這是律師的責任 跟義務 律師的義務 只要有真點列上去 你的辯論意義上 都要寫回應 誰叫你們要列入真點 不然你就寫意簡化嘛 好 但是 不是法官要回應的義務 為什麼 有真點列上去 可是那真點跟結論無事 我就不用寫了 這兩個不一樣 不一樣 這不是有真點 法官一定要回答啦 只是說 在討論過程中 法官把他的資料列入 所以我要求他們 做回作詞的時候 他們也都沒有做到 本願歷來見解的整理 四十審其一見解的整理 等等等等這些很多 我估計這件如果律師 三審的報酬 標準來講 如果很乖好好做的話 起碼二十萬 起碼要二十萬 這件不容易 當然我講的標準 應該他們也能達到 不好意思 我直接講 沒有達到那我想要標準 好 這個提案二的部分 問題二 我也整理了細項整點 細項整點 要四十審其一的法律見解整理 這個要 就光這一項就值二十萬了 那不容易 就算現在法律檢討系統很方便 但是現在那個探訣書都很厚 你要找關鍵字 還要找出來跟本件有沒有關係 還要去把法律系列學生 沒有那麼容易 法律系列學生要訓練好這方面功能 將來你們的世界 可能這方面 這個技術非常重要 好不好 你不管你將來有可能 當這個到律師事務 當律師或是助理 或當法官助理等等 這基本功能都很重要了 因為現在文獻實在太多了 好問題三也是一樣 問題三也是一樣 好接下來我想簡單講 參與辯論者 包括在辯論書上裡面提出來的有效說 有效說 認為 剛才講三個問題應該採有效說的 講法的 大家現在可以當 當所謂的國民法官好不好 或者說我們那個大法庭 民間大法庭大家看一下 你看這兩說的重點 如果你看完你會採哪一說 我先講有效說的 有效說的 他提出的觀點是 你們這種解釋 偏重原住民基本權益 將造成族群衝突 這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 你採無效說的這點 違背法秩序的安定性 大家說好好的嘛 原住 非原住民也可以用借名登記的關係 取得原住民保留地 你去破壞幹什麼 你不要破壞 所以這邊跟大家講 我們寫這件財經不久都收到 大法庭承認都收到一份信 沒有人來讚美我 謾罵倒是有 我們有一個成員說 有一天他去參加一個研討會 有人當面向他 你有沒有後悔做出那個裁定 參與做出那個裁定 我們都收到一份書狀 打了還不少頁 謾罵我們 罵我們 你們大法庭 沒有良知 違背法學素養 怎麼都講了一大堆 大概就是侵害他的法 秩序的安定性 因為他被告 被告就不爽了 提案問題 因為犧牲抵押權的設定 有效 而毫無意義 這一件就順便跟大家講 我看到這個 這個論述的時候 我就說 你怎麼知道會沒有意義呢 因為那抵押權 那一件我只是沒有拿出來 我在1636號的小法庭 要準備跟你回應 後來我們回應結果 就是在1636號判決裡面 宣布這一條龍設定給他權 一樣無效 我說你怎麼會沒有意義 我會有意義的 我把它宣示無效 一併把它宣示無效 因為一樣 這是一條龍法律行為的一部分 好不好 一部分 我想你寫出來剛好 接下來 由有資歷的原住民來取得實際使用權 經營民宿或其他經濟活動 可以活弱原保地的經濟 如果這樣子的話 會怎麼樣 那接下來呢 原保地違反法律保障原則 有過度限制人民財產權之餘 寄生規定不當限制於原住民 我們這一件 必開了15條的規定 我們沒有用15條 我們這一件 從頭到尾裁定沒有用15條 好 三坡地保障利用條例 原保地開發法律法律法律 第11條 並未禁止地上權設定行為 這個若你這個虛擬原住民身份為必要 沒有禁止設定地上權 這樣講 然後原保地 限制原保地的交易對象 將造成原保地變價不易 融資變價不易 增加交易成本 不利原住民之經濟 然後呢 限制非原住民取得原保地呢 不必然能保障原住民之生計 亦不必然會使他流 不會使他流離失所 還是一樣會 那犧牲規定的限制 手段跟欲達成目的 無合理關聯 所以我為什麼 前面會寫到一些 沒有違憲的問題 因為他有攻防到這一點 有攻防到這一點 然後物權行為 無因性的特性呢 不應再權行為而無效 然後民法七十條規定的法律行為 應限縮於再權行為 不應擴張 包括物權行為 否則無因性的原理呢 形同俱穩 好 那接下來無效說 無效說 張律師是無效說嘛 對不對 你們才無效說 無效說裡面有很多 按講 第一個 他是集體權性質 不是個人權 不是個人基本權 計程規定呢 用憲法第五條 第七條實質平等原則 要求原住民優惠性的差別代義 與非原住民的財產權之間 有核限存在的空間 然後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形成 等下我問一下大家會才有效說無效說 好不好 好不好 現在我念過去 然後呢 原住民生活的行程跟特色 與對土地的使用管理範圍呢 方式有絕對關聯性 規則規定對原保地的特律規範 可並參著原民基本法規 得到核限解釋 現行原保地制度 禁止所有權移轉於非原民 符合兩公約 內容相互呼應 原保地非單純經濟問題 上與原住民的生活方式 有密切關於違憲法所保障 其未接對政府施政 有拘束力 我本來在財經裡面有寫說 國策 基本國策對 行政立法司法都有拘束力 後來那成員說 你管立法跟行政 原民會要不要遵守 你管他的 最後被刪掉 我本來認為三個機關都一樣 其他成員不同意 他說我們只管司法機關 你不要管人家行政機關要不要遵守 然後戲真規定系 具體落實憲法 徵修條文 遵守 民文憲法保障原住民生計 避免原住民 依法受配 取得原保地的耕地 地上權 承租權或無償使用 等等等等 造成疑似 這邊我特別要講一下 我讀到文獻的觀念 原住民是國家佩父 對原住民特別好嗎 No 裡面的文獻我讀到 讓我覺得 他說 他說你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灣的時候呢 漢民族 我也是漢民族啦 那所有在平地的人 都怎麼樣 你們的財產權都是一樣維護的 基本上都維護的 日治時期有 你現在就有 沒有怎麼樣 那你國民政府跟日本一樣 跟日本人一樣 原保地多當 這個山坡地 那時候呢 原保地這些東西也都沒有 基本上都沒有所謂土地登記 都沒有 通通是國家所有 原住民都沒有 因為原住民的那土地的觀念 當時不是這樣 沒有單獨個人所有的觀念 他己有的觀念 或總有的觀念 整個司馬庫這土地是 大家 一起有的 我們族人 哪一塊是我們做什麼用 祭事區 這是耕作區 這是觀賞區 這是打獵區 他們觀念是 原始部落觀念 他比較像這樣子的觀念 他不像現在的 基本權的觀念 所以 日本跟國民政府 一樣都是把 我們本來我的土地 你們就收歸國有了 我們本來在那塊地 你說都變國有地了 所以我們先天平等不一樣 所以 不是政府佩附給他 事實上是什麼 就是還給他們應有的 鑽形正義而已 我不知道對不對 文獻有這樣寫 有文獻這樣寫 然後接下來呢 這太長了 我不想念好不好 我不想念 我不想念 尤其底下那一段 底下那一段 就是想說 要判斷C11條 本文到底是 所謂的 效率規定還是取締規定 應該說 到底是不是禁止規定 的一個判斷基準 在那個 在律師的 辯論一章 已經有提到了 好 接下來 權力分立 跟司法權的界限在哪裡 法院解釋的範圍 你不能夠說 法規要如何規定 使妥切 我法當然有效說 講到很多 法律應該怎麼規定 那 我新問題 憲法也不是法院規定的 這個 這個犧牲規定 都是立法院通過的 或是新政機關規定的 那法院沒辦法 法院只能解釋 我不能去立法 我只能解釋 這才有效說 將此人頭合法 放任結果 將迅速消滅原保地 這幾句話是有撞擊到 部分大法庭成員的心 有撞到 有時候法律論述裡面 有一些 很有情感面的東西 會撞到的 然後 借民登記不可以架攻憲法價值 立法選擇跟行政材料 基本國策呈現憲法 價值的取向屬於公共利益 於符合比例原則範圍內 取得限制基本權 然後土地是文化載體 原保地消失 原住民族文化即將滅完 這幾句話其實也蠻重的 蠻重的 然後 違反犧牲規定 物權行為 沒有獨立性 無因性可言 肯認見明登記有效 等於法院背書 認證非原民 可以買原保地 承認非法的狀態 不是司法權利 哇 這個是你寫的嗎 好狠 我不知道哪個律師 我的資料有 哪個律師寫我都有記下來 最後一句話 原住民因是原保地的主人 或而非人同 好啦給大家一分鐘失手 我們來舉手表決一下好不好 一定要舉手 你踩有效說的請舉手 無效說的請舉手 我一分鐘讓我喝口水 我手錶說時間到了 好不好 同學們舉手 好不好 同學們舉手 才有效說的請舉手 不要因為你是 你 蔡老師 蔡老師不能往後看 你這樣威脅人家 不可以啊 有效說就當掉 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 好 這個才有效說的請舉手 或是 好沒有 才無效說請舉手 沒有舉手不可以 蔡老師很高興他們加分 好 那就這樣子了 我說這辯論的結果啦 結論結果 所以律師很重要 你看律師很重要 發揮功能至少騙過他們了嘛 對不對 騙過他們了 這個不是法院的下裁判 就結論出來的 這樣是理由構成的問題 好 所以接下來這些東西 大概是我在大法庭呢 做個人的這個意見 因為我是 我是這一件的主辦法官 就是壽命法官 是我寫的 好我竹筆 然後呢 我當然要先辦嘛 先報告 我先報告的時候有思考 脈絡的層次 我大概有這個層次啊 有幾個層次 第一個我就把法律問題的界限 把它做一個設定 包括 甲乙間的買賣企業效率 不是提案範圍 甲位乙 設定抵押權的效率 非提案範圍 那個 原住民身份的認定 非本件法律問題的考慮因素 這個犠牲規定 或是否 非本件法律問題的考慮因素 我為什麼要先這樣界定 因為裡面的成員 有些人 他才有效說 會糾結在這些的問題裡面 或是說他不認同 無效的時候 他有糾結在這邊 我跟他切啦 先把他切 我們大法庭裡面 其實臥虎長龍 好不好 有很多很 武功高深的人 武功高深的這個法官 所以我們必須要 事先給他講聽 不然他論述很多 一下子給他講 他比我還會講 比我還會講 他很多資深的大前輩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 我是從這邊來看 憲法徵修條文 規範目的 就十二這個所謂 原民條款的規範目的 是什麼 原住民是保護 這個原住民族的文化 經濟利益 或二者皆屬之 是文化的 集體文化權 還是基本的 個人的經濟利益 我覺得最高層是 史凱這邊 我個人的結論是說 這個原民條款的規範目的 是為保護 援助民族文化 當然經濟利益有 個人最主要目的 應該是援助民族文化的保護 他應該是集體文化權 個人經濟利益應該是 當然也有 但是他比重應該是比較弱 比較低一點 因為民族是一個 民族文化是一個傳承 一代一代的傳承 個人是什麼 我這一代 就結束了 對不對 我這一代享受了 下一代怎麼辦 晃燕漫草 不管 這樣不公平 接下來 這邊我有寫 這件 這件 這是可能原民會的意見 這件要特別謝謝原民會 我們當時有 一樣有請原民會 表示意見 原民會表示意見 比那些學者肉骨多了 很直接表示意見 看起來好爽 像蔡教授他們表示 蔡教授他們第二課期 算比較客氣 原民會直接我就表示什麼立場 很堅決的立場 不知道主管機關的立場 當時我們成員裡面有人 擔心 說你原民會表達 這個經濟發展考量的立場 結果不是 原民族都站在集體文化圈的立場 所以有很多是用原民會的意見 所以說行政機關 法院當中你徵詢的時候呢 行政機關要好好寫 這件我是可能看誰寫的 是哪一位寫的 這件好好獎勵一下 我覺得要加分 這件因為有東西很多是抄他們的 真的用心的 這件不是隨便寫的 很用心 好不好 當然我這裡面也有 是蔡教授的意見 你自己去找好不好 我不知道在哪一張 好 這邊大家思考 這邊大概元寶帝 這個大概有了 大概有些 好這些我思考的程式 請大家再看看 看看 副主委你看 這就是原民會的文字 我應該是造成的 所謂維護 落實維護及保障原住民文化 經濟土地及生存權 這個矽徵規定有關元寶帝的取得 限制具有原住民身份 之規定 只能符合憲法徵修條文的規範 以原住民原保地為 維護發展原住民文化的根據地 符合憲法徵修條文 國家因應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 經濟土地並促及發展的規定 我這次全部照抄你們的 好不好 這件事你們寫出來 寫不好寫不對 要怪元明會不是我 這不是我的事啊 這個寫不好是元明會的事 蔡教授你的東西在這裡 好不好 這是蔡教授寫的 蔡教授說 當然不只這個 我只是挑其中的 這些都影響我好不好 這些都影響大法庭的決策 決定 然後說這個 這可以當審查違憲的標準 並且相關法律是否 為保護原住民族權利或維護其利益 是作為正 是作為或不作為 再次判斷該作為或不作為 是否因此 實質阻礙原住民族 繼續依其獨特的社會組織型態 與利用方式 使用該土地與自然資源 這不是蔡教授的手筆 當然不是我的手筆 我再讀十年的書也寫不出來 好不好 不可能寫出這種文字 這個超越我的專業水平 好 接下來關於這個 我讀到 根據上面 我大概自己的淺見 大概有這些 我自己得到最高層次的 見解的規範目的 我大概也思考到這些 就是說 原保地制度和世衛保障 原住民族的集體文化 經濟利益不是個人基本權而已 包括原住民族的文化 集體文化權跟生存權 包括民族的文化權 不是個人的生存權 民族的文化權 還有生存權 這生存權層次是 是在集體生存 一個集體生存的概念 當然這可能是生存權另外一個思考 原住民族文化的形成跟特色 與原保地的使用管理具有關聯性 乃形成原住民族制度性保障的重要一品 而且原保地不是單純經濟問題 尚原住民族的文化密切關聯 如同採集餘獵或記事文化為憲法所保障 其未接對行政、立法、司法、軍具、居宿利 你看我原本寫的草稿是有包括這個 後來行政、立法被刪掉了 好不好 我深以為遺憾 那大法徑沒辦法 人家說刪我就乖乖的刪啊 不然怕人家不支持我 吳教授我跟妳講 我已經是很努力不讓人家刪了 很努力長多一點 本來人家就說 你寫出來的穿西裝最後變丁日褲 人家都會刪光 不讓你寫啊 那些人因為寫越多 意見越不一致 這塊觸到我的底線 這塊觸到我的底線 不讓你過 所以不能寫太多 所以大法庭的財力 通常裁判都很精簡 有時候是藏 我最近藏很多東西 一直藏 有些東西想寫不敢寫 因為呢 其他成員會冒火 那接下來呢 養公契約跟這個基本法 跟有沒有關聯 那這些我就不特別再報告 因為時間的關係 有沒有違憲之餘 事實上 這有討論的 有討論的 我們不是在核限性解釋 不是 我只說有沒有違憲之餘 我們必須要先做討論 如果違憲之餘 我們就要 情質審判去送大法官 那個是層次上 我們必須這樣去說 我說沒有違憲之餘 所以我們繼續審下去了 好 那這樣違反保護理原則的問題 大概我也稍微講一下 好 這也有關 地上權的爭議 當時也有講 也是有思考過 地上權為什麼可以去處理它 好 這些都是講核限 沒有違憲的情況 好 這邊大家就講 沒有違憲的情況 好 再下違反犀牲規定的效率如何 這個為什麼要把它當成絕對無效 我們不是只有抄這些東西而已 不是抄這些東西而已 是說根據前面那些 我們在綜合考量 大家認為是絕對無效了 好 那 這個大概我們有一些背景原因就是說 我最高法院前案對於違反 這個元寶地開發辦法十五條規定的法律權 大概是無效 大概都以前都是這樣寫 以前裁判都寫無效了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接下來講到在權行為 目前行為 都是無效的情形 好 另外講到是說 借名登記企業 買賣企業的效率怎麼樣子 這大概就是說 是規避的話 規避的話 要跟 沒有規避的情況做 一樣的判斷 所以以前大概 這也搜尋過 光規避 或是用那個 這個什麼 托法行為 我大概有搜尋過 最高的見解 通常的寫法都說 當事人為規定 強制或禁止規定 法規之適用 以異非方法 達成該法 強行法規所禁止的相同效果行為 事實上的效果 違反法律規範意志 屬托法行為 非法之索取 自為無效 然後接下來 這通謀虚違 當然這個我們有 我大概是有稍微講一下 然後這個 大概246的問題 也稍微有報告一下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這也是我報告內容 就是說 對於有相反或質疑見解的回應 大概也有回應 包括說 族群充足的問題 包括是說 有沒有違背法律安定性的問題 包括說 這個抵押權有效 沒有毫無意義的問題 這些大概都有回應 非原民取得元寶地可以活絡經濟 這個問題 也都有回應 包括說犧牲規定 我說要讓非原民取得元寶地 我沒有預見 基本上我沒有預見 這是立法機關的權限 不是法院的權限 因為現在規定就有犧牲規定 所以有一天 立法案說 這個非原民也可以取得元寶地 那OK啊 OK啊 那我司法也不能表示什麼意見 過的時候你把三寶地保護利用條例 30條廢掉 廢掉我就沒責了 然後呢 然後 犧牲規定的具體落實 主要係出行政機關執行力 不好意思 副主任委員 我這邊特別講 你要犧牲規定 只要具體落實 坦白講法院之為有效 還是要看行政機關執行力 因為那個才是 才可能更直接 面向更多 而且呢 可以處理的速度更快 還剩幾分鐘 三分鐘而已喔 怎麼那麼快 好那接下來我就不講了 我用跳的 我跳我想講的地方 好接下來我講 這解讀啦 對最高法院裁判的解讀 解讀我們一般來講就是說 要善解最高法院的裁判 尤其最高法院裁判永遠都是比較精簡一點 善解 什麼叫善解 這是我通常有說善解是妥善 那個 這個什麼 友善 然後還有一個善 我今天早上會想應該是類似這種善意 這種解釋 或是適當的去做解釋 那我說基本上我們大概 這個大概有一些問題 有些有些東西跟那個 跟一條龍買賣法律效果無效的 那個我們是三個問題一起寫 沒有把它個別區開啦 那些結論都差不多 然後我們是 為什麼得到這結論 綜合我們是綜合整個流程過來看的 高官原則重要性分析 審理辯論 還有大法院裁券內容形成 先後論列的整個來的 那我們這件主要就是要表示 對元保地買賣一條龍原因是 這個原因是我們來做他違反的這個效果的一個探討 好 核線解釋 這邊特別講什麼叫核線解釋 我們這件的解釋方法 大概就核線解釋 跟目的解釋 還有法義解釋 要解釋方法大概這三 用這三種 但這主軸就是核線解釋 然後呢 接下來我有把這個解釋 為什麼說它是無效 因為它有這個結論跟結論無色 或者說沒有結論無色 這就沒有記載在裁定理由 另外呢 這個所謂的 為什麼違反犀牲規定 為什麼這些是無效 事實上我們這個可以看 要整個看我們裁判理由 來解讀說我們法律間諜在哪裡 我們解釋方法在哪裡 我在報告裡面有稍微回應一下 有回應的比較清楚 有比較清楚的一些回應 那我有再把那些理由做整理 一分鐘 好 沒關係 我努力一下 好 大概請大家再看一下 然後呢 綜合全盤意志的理解跟挽回 穿梭結論來檢視結論呢 那我記得講 這件裁判之後呢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一年過了 我沒有後悔 我覺得我還是做正確的判斷 我認為是這樣子啦 那最後呢 最高法案後來陸續有一些 一些待遇 有一些裁判做了三個裁判 我在附在後面 我簡單的說 它主要意志在哪裡 另外我提了兩個 一個木骨木魚的生態保護區 另外司馬富斯的部落發展 大家可以去上網去查一下 這資料我是有看的啦 我有看過可是忘了 但兩邊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喔 這兩個保育千差地別 這裡面大家去思考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想這個副主任委員 應該很熟悉 應該很熟悉 我想我準時結束好不好 謝謝 好 我們特別謝謝我們中法官精闢的演講 從他提到他很辛酸的 辛酸面 尤其提案的部分 我們遇到很多挫折 那他的思考脈絡非常的縮密 我想只有對這樣的議題熱情 而且絕頂聰明的人 才有可能做這樣的一個裁定 也特別謝謝中法官 那剛剛他特別提到 蠻令人感動的 就是引用外國的所謂 在自己的土地上無家可歸 我想聽了以後也蠻感受良心的 那剛剛我也感受最深的就是 我們常常說有土私有財 不過今天的見解重要的是 不是私有私有財 而且有土私有文化 因為原住民對於土地來講 大地是母親 他孕育了整個民族的日常生活 跟生命的永續 所以我想今天這樣的演講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們是不是再一次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中法官 謝謝